山陀的颱风让全台连续放了两天的颱风假 而三三会的理事长林伯峰 他也直说这回台湾放一天的颱风假 经济就会来亏损到315亿 对此经济部长郭智辉在今天也做出了最新回应 颱风假是地方政府的权责 我想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有他们考虑的部分 所以我们是尊重地方政府的决定 面对连续颱风假对国内经济影响 经济部长郭智辉没有正面回应 仅回答尊重地方政府决定 而针对三三会理事长林伯峰表示 全台放一天颱风假经济至少损失315亿 是否造成雇主反弹 郭智辉也表示针对这个现象大家都可以来调论 并说明颱风最新勘灾情形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的负灾 电力的部分大概已经回复了75% 那水的部分已经回到97% 剩下的我想我们大概整个 希望能够在今天晚上能够完全修复 提及修复完毕之后就能计算此次灾损 立法院4号继续进行施政总质询 民生用电动涨的新版电价 10月16号实施 初估对台电营收贡献150亿元 一年内调涨两次电价立委不满 台电还要争取2000亿元补贴 亏损了4000多亿产业电价涨了14% 中央在补贴2000亿 台电补贴补货网越补越大洞 没人负责全民买单 这就是信赖台湾吗 2000亿的补助跟这个调整电价只是两回事 调整电价是在反映这个目前的经营的成本 但是补助是在回顾过去 因为我们这个考虑这个民生的这个拨补 所以我们的这个价格都是低于成本 电价政策惹意的还有 政策一公布 有医生痛批 烟草制造业享有电价优惠 但医院却没有 救命的竞抵不上卖烟的 也让电价政策急转弯 烟草制造业恢复调伤14% 医院诊所外汇团善承包业则纳入动涨行列 经济部表示 电价审议会决定的是大方向 还是会针对不同行业实际状况合理反应 记者问我听张浩普台北赛访报导